好,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 这么多天其实我在美国 不过我还是不断的跟你们留一些的分享 那今天回到现场 那充满了感恩的心 今天看见大家还是那么热切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知道上帝重视的就是我们这一颗心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 每一件事情都会拦住你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看见你们带着信心 还是这样你热切来到神面前 就代表一件事 你是蒙福蒙爱蒙恩的子民 Amen 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我要读第十章罗马书 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这一章我们要把它读完 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人没有诺听众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道德说 人没有听见吗 承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定期 我在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无声子民的 忍动你们的愤怒 我要用那无知能力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要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 背逆顶嘴的百姓 这句话说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 背逆顶嘴的百姓 这说到我们的神 是多么的有忍耐跟恩慈 那虽然以色列人 那么的悖逆 常常顶嘴 但是神仍然充满着 恩慈的 不断不断的 呼召他们 甚至他也兴起万事万物 希望以色列人 能够回转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顶嘴 为什么神要这么的忍耐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顶嘴 背逆 后果 严重 严重到 怎样的地步呢 就是 这个 会来到一个情形 就是万劫不复 那我只能用这么严重的 话来讲 真的 人会下地律 这件事 对上帝 神 对上帝 爱事人的心 是一个非常大的 问题 所以 严谨姐妹 上帝就不断不断的 在那边忍耐的 在向他们呼召 就像亚当 上帝 对他们说的第一个 第一个命令 也是第一个嘱咐 就是叫他们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 这一棵分别上树的果子 你们不能够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 必定死 第一个 第一个嘱咐 人就悖逆 人就不听 人就顶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我们的孩子 从小 他们最会讲的就是 为什么 你跟他讲说 今天不去麦当劳 他就问你为什么 今天 你叫他九点钟上床 他就问你为什么 你看见 从小 我们里面 就有一个悖逆的 顶嘴的那个状况 那结果 亚当不听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叫他们失去一切的尊容 最后 沦为 罪的牛途 那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了 他们夫妻的关系破裂 他们所生的第一队的兄弟 他们彼此 这个大的 就杀了小人 那其实也是只是为了 献祭的问题 就发生这样严重的日子 虽然这个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他们没有死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见 他们却爆藏了死亡的味道 你说严重不严重 所以上帝知道那个严重性 所以不管人到一个第一步 总要有一点点可能 他仍旧遭受 希望我们能够回转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结果是非常严重 是人所不能够承受的 只是人不知道 上帝了解 上帝就耐着心 一直忍耐等候我回头 向着神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祂是我们的天父 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真言书说到说 我儿将你的心归我 将你的心归我 记得 主耶书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 也讲到两个儿子 是不是特别讲到这个小儿子 他耗尽了 他父亲给他的产业 最后还好 他醒悟过来 这个父亲就等他回来 一直等他回来 终于有一天 这个孩子醒悟过来 回来的时候 他一直一无所有 全身都是猪的味道 因为他养猪 猪的味道 然后连猪吃的动脚 都没有 怎会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 这个父亲 圣经告诉你说 这个孩子回来 这个父亲 就拥抱他 拥抱他 不管他有多脏 又有多臭 这个父亲 不但拥抱他 圣经还说 跟他 跟他 连连亲嘴 弟兄姐妹 你知道 现在 阿拉伯 他们中东 还有这个习俗 是不是 那么亲嘴 也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接纳 完全没有 没有间隔的一个爱跟接纳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他是父亲 他不但没有责备 而且把儿子的衣服 儿子的鞋子 还有代表整个家族的权柄 这个戒子 也给他戴上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为什么上帝 有这么大的爱心 因为 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那感谢主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再伤天父的心 好吗 我们曾经都是 悖逆顶嘴的人 但是今天 我们要做 顺命的儿女 是吗 如果我们 悖逆顶嘴 那神都这么的 有恩慈跟忍难 何况今天 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 那我们所要蒙的恩惠 岂不大到 我们不能够想象吗 那弟兄姐妹 历代志下 十六章九节说 耶和华必显 他的大能 要帮助谁呢 帮助那些 心里将他存在的城市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所 他所拣选 而且他要显 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感谢主 弟兄姐妹 你人生怎么能够 这个 每一天 向上提升 而不是向下沉沦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有没有上帝的帮助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当我们顺命的时候 成为顺命的儿女 我们的人生 就是往上提升 那感谢主 就是美好的事 必定要成就 美好的事 已经显明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 给所有顺命的儿女 的极大的祝福 跟我们的信心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可以叫我们 可以天天的赞美 终日的赞美 天天的感谢 那我这一次在 在洛杉矶 这两个礼拜 我就在那边服侍 两个教会 实在忙着 连那个时差 都来不及了 那中间 有一天 我还被感染了 就发烧 但是都没有影响 我的服侍 那感谢神 我一天 一天就好了 那五个晚上 我跟我的儿子 他每一天晚上 从开车 开四十几分钟 开一个钟头 来跟我一起用晚餐 那这次我没有想到 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跟我的儿子 能够一起 这个享受天人之热 那感谢神 我就看见 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恩惠 在这两个教会的服侍里面 我都看见 上帝给我的恩怨 那我能够帮助 这两个教会 那还有 上帝给我特别的bonus 有一个弟兄 就看见 我的电脑 他说 你这个电脑怎么这么慢 后来 他做一件事 你什么 就送我一台新的电脑 哇 我就带着两台电脑回来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被命顶嘴 就叫我们的人生 向下沉沦 顺服感恩 我们就向上提升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是每一天都向上提升的人生 阿们 有些人充满感恩的心 我们不再是顶嘴被逆的百姓 我们是顺命蒙神祝福 蒙神恩惠的百姓 阿们 感谢主